台北市基隆路一段的新建案大樓 今天下午三點左右 位在二樓的健身房疑似因為施工不慎 突然發生氣爆 造成四人受傷 因為有百分之二十的 這個總統分配送往這個 三軍總醫院還有中校醫院 來做這個急救 從行車進入一些畫面 可以清楚看到 位在基隆路一段的一棟新大樓 突然竄出火苗 也持續冒出黑煙 引起民眾圍觀 警消後報之後立刻前往處理 位在二樓的健身房疑似因為施工不慎 在維修瓦斯管線測試時 卻突然發生氣爆意外 後窗外的樹葉也被燒得焦黑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警消還在吊小環境